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有油站,為什麼不入油?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你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簡單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了 測完油價順便聽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 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先 有開設 今天個星期天地有正氣 今天個星期就是 就是元祖級的三位主持人 元祖級 嘉賓太過忙碌 一個嘉賓仍然在亞洲地區遊歷 另一個在工作當中遊歷 所以兩位都忙碌 不要緊 我們三個都有很多事情可以談 今個星期都是一如以往 先講講北美上話的wide release電影 今個星期有三套新戲 三套的風格都截然不同的電影 色彩專片 喜歡看恐怖片的朋友 首先有一套叫做The Gallows 這套中文名叫搞刑台 搞刑台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比較舊的殺人的刑罰 就是吊頸 現在好像還有些地方是用這種 執行死刑 有的有的 不過我們身處的地方 沒有用到 先進的就是打毒針 不會吊頸 或者坐電椅 搞刑台是比較舊式的主角 就是打毒針的了 等他沒有痛苦死去 那什麼叫主罰呢 Anyways 這套搞刑台 就是一套恐怖電影 應該如無意外 跟鬼怪有關的了 看那個trailer的感覺的時候 第一件事出門就是第一句 不是吧 又來 是啊 我以為又拍完那個系列了 就是paranormal activity 是啊 又是在那些camcorder那些鏡頭 但是其實真的看回電影裡面其中一個 不知道是導演還是監製 真的是paranormal activity那個 所以感覺都很像 又是嘗試找一些 又是嘗試刀仔腳大樹 是啊 很典型的恐怖片 一間屋兩個人 走來走去 就算不能收到他都不會虧的 這些拍的出來 基本上是低成本的製作 對呀 就博咯 如果可以就拍下去咯 不要了吧 是這樣的 現在是 荷里活是充斥著一班 你說年輕一代的電影人 很多都走這些路線 我就覺得 港產片都有 對 港幣啊 吳嘉麗都是拍這類戲 是啊 但是問題是 他們真的正正經經拍 他不是真的拿一部camcorder 這樣 就是另一個形式 我說他們都是 刀仔巨大樹 很明顯 如果你不算他們的片酬 你很多時候 Cast都用了整個製作成本 這套Cast又沒有 製作成本又沒有 你博到就大家很開心 這套這次的故事 看這套Cast應該是很簡單的 就是有兩三個人 走進去一個餐廳 裏面 做戲劇的餐廳 看一些照片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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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不是跟他們一起走進去的人 但那個又不像是人的物體 哈哈哈哈 然後很多 綠鏡頭 紅鏡頭 還有zoom到很近 突然間爆發聲音效 嚇一嚇你 好像是跌落地 散了 那類的 突然間又被繩子 嚇一嚇 懷疑這些片 是不是剪了出來 那些 不愛的 哈哈哈哈 零零碎碎炒一碟 是啊 失足跌下來 拍下它 這些不用特意拍的 對嗎 總之就 那就是陳果Sile 哈哈哈哈 即是早期陳果都是這樣 拍拍完 沒有呀 那些又沒有人物又沒有其他 只有一些物件 哪裏剪出來 你都不知道 不要緊 總之喜歡看恐怖片的朋友 可以這個禮拜有這個選擇 所以你懷疑那個 無緣無故多了出來的 那個是哪裏拍了 不覺意剪了下去 哈哈哈哈 即是在其他地方拍了 不覺意剪了下去 即是更加小本 是嗎 OK 其實他真的整個劇 都如無意外 就在那個theater裏面 一個休閉的環境裏面 走啊走不掉 那些門就無緣無故自己鎖住 就是這樣 有人喜歡看的 總會有人喜歡的 對 即是喜歡刺激的人 就會去看 就是爭著多與少的意思 哈哈哈哈 好了 另外一套就肯定是會大收的 因為很多人都等了很久 我朋友都約定我 叫我去看 哈哈哈哈 我在想著 約定你 這套是 這套戲未上 它的副產品已經一街都是 尤其是有一隻的 叫迪德堂 哇 幾多人蜂擁去買 很明顯是在說那些小小小的 minions 對 迷你兵團 對 即是由Despicable Me 衍生出來的 原本是一些 sidekick的角色 現在就擔正做主角了 嗯 看過 trailer 其實那個 formula 跟Despicable Me 不大分別 一樣東西來的 差在就換了 沒有了個男主角 即是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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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但是那些 Minions 其實一向 你都知道他們是這樣的 對的 其實他們 沒有什麼主件做事要走 所以都經常 Dok 聽一個人指揮彼 而這次 redo 還是有人指揮的 不過換了人就是 哈哈 所以 出來的效果 會不會可以高 那麼說 一定拿下去 一定拿下去 根本上數字計算出來是要賺錢的 我在看的時候在想 幸好日本的宮崎進沒有拍一套煤炭屎鬼 否則這個世代就淪陷了 其實Minions這個賣廣告買得很行 甚至麥當勞也跟他賣廣告 應該是出玩具吧 他不是出玩具 他玩到其中不知他在哪個市場 人們走去Dry-Thru Order 那些人會說話 但他就是找Despigable Minions的聲音 不是吧 他就這樣 那全部都吃光了 鏡頭拍著人們就不知怎樣 然後在那裡笑 然後照 Order Order 之後拿到那個鏡頭 就看到有隻巨型的Minion走出去 這樣 這麼活該 在一個鏡頭有隻巨型Minions走出去 然後那些人的反應就是 看一看呆了 然後在那裡笑 然後就照樣拿他的Order 給錢 賣廣告已經賣到這樣 你說不收也是假的 一定是超收的 唉真是可憐 但其實我也是奉勸大家 想看Inside Out 那或者可能那些人就真的喜歡Minions 那你不用腦的 只有一口笑的 那OK啦 那等於很多人喜歡Despigable Me 一樣 那你沒得說 就是個人口味不同 對啦 不想用腦的進去看看 笑一下 OK 另外一套就叫做Selfless OK Selfless 對啦 它是Self Slash Less 對啦 那這套戲呢 那個idea 很有趣的 其實就是看港產片出現過的啦 有禮圖都拍過到奪寫了 是啊 其實那個idea差不多了 其實以前已經有一套類 只不過就不是靈魂 就換臉 就face off 奪面雙紅 那只不過這奪寫 就cast大一點 製作大一點 就是商業一點 這樣 是啊 那就是綠燈俠的男主角 擔崗啦 再加上Ben Kingsley 是啊 那其實這個故事就是 Ben Kingsley這個角色呢 就年紀老邁 那就需要找一個年輕的身軀 那他就做了一些東西 就是將靈魂轉移到這個年輕人身上 綠燈俠的演技是一般的 就是做上身這些 都很講演技下的 就是怎麼可以在綠燈俠身上 看到Ben Kingsley呢 就是這件事就真是 那個trailer看不到的 我懷疑這部電影都看不到的 哈哈哈哈 我不敢說了 那部電影裡面就是說 那個年輕人的靈魂 慢慢漸漸開始有些鬆省 想take over 於是就說一個人 兩個靈魂在裡面鬥爭 那種情況 對啦 令我想起 一道很舊的粵劇 叫做再世好梅基 哈哈哈哈 或者是 或者是李漢祥那部善女幽魂 OK 善女幽魂也有關事的嗎 他都是一些鬼怪上身 還有借屍還魂 你這樣說 我想起 金國良那裡撿到寶了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故事 都沒有 就是對我們來說 沒有什麼新意 哦啊 就是看他的效果 其實是看他的表演 看看他有沒有氣味 就是有沒有氣味 就是有沒有張力 那個男主角 就是看看他能不能夠 是啊 Bankingsley 如果Bankingsley上了他新的角色 其實沒有什麼Bankingsley Bankingsley我想是配角而已 但是他也叫做兩大男主角的 但是他上了身中間有一段 但是看他怎麼鋪排 說真的戲就 OK 可能他很多flashback的東西 兩邊鬥爭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情況 嘩 不知道 這個留給大家看 也會看的 總之故事就是這樣 好了 今個星期三套新片 任君選擇 接著今個星期大家有看什麼戲 我可以想說一下 試過先說吧 你呢 你問我啊 你依然都是沒看戲 我看了 我在YouTube看了一個舞台劇 舊的舞台劇 你講過一班說 不知道看Dominator還是看什麼 想的 但是結果抽不到時間 是撞了時間想去看 去不到 我但是會看的 不要緊 你兩邊都會繼續做 你這個星期也會有機會 所以都一定會去看 這個星期應該OK 因為上個星期 真的撞了時間撞到砰砰的聲音 沒辦法 但是結果都在YouTube面前 看了朝聖辦公式的第二季 第二季 因為我看完第一季 我就覺得 咦 真的做得挺划算的 第二季有很多重複的 所以我就想看第二季 其實你說重複 就是有兩三段重� 那就是重複 那就是重複 但是它的Formula是一樣 Formula就完全一樣 是的 那我就會覺得 他們玩到開始沒什麼玩 有些玩得過了 開始不懂得笑 所以第三集 第四集換完演員之後 就更加沒有觀賞價值了 我沒有想著再看第三、第四季 因為我看完第二季 我只是想看看 他們還有什麼 chemistry 為什麼還可以有第二季、第三季 這樣出呢 於是我看看 Formula 完全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模一樣 是完全沒有變 而且角色都基本上 是用回第一季的角色 第一季我最深印象就是 魏羅莎做的那個印度人 Mohammed 那個角色那一刻真是很好笑 不是泰神嗎 泰神的宋水輝 但是對我最深印象就是 Mohammed這個角色 他真的做得很好 我記得我在現場看的 在藝少招心看的 不過你直接以為他是一個 不知道是他 他當了一個人 或者是誰 但是第二季他有一點點力不從心 他可能想再玩多點這個角色 反而我覺得玩過了 他有一些敗筆的地方出現 我覺得保持水輝 但是生意就是欠奉的 他有一點點位置過了 所以他 怎麼說呢 不是說他水輝跌 但是有一點點 他做不到藍牙的感覺 也好看的 但是你沒有新鮮感 沒有那麼好笑 他的位置 擠不到那麼好笑的感覺 已經 不是說完全沒有笑位 還有一些位置是好笑的 你的電影是好多的 你跟... 他簡直不忍出到 你跟同一條橋 很難清出於藍的 同一條橋 是啊 所以 我看了這個 其實都想看看這群演員 再怎樣去扭橋 說真的 沒有的啦 現在這個班底都不會再出現的 都散了 泰臣去了無線 泰臣和楊千敏都去了無線 是啊 另外那兩位是獨立發展 Lisa 在那邊 不知道 韋羅莎 韋羅莎還很活躍的 和鄧志堅都還很活躍 韋羅莎還是繼續做舞台劇 很活躍的 舞台劇界 是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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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四集就換人了 算了 所以... 沒有啦 沒有想著再看的了 就是看了兩季 我覺得很夠了 我純粹是想看看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去扭 因為其實第一季 就是... 初初那個呢 他扭的那些辦法 真的... 真是挺應棍的 說辦公室 真的好笑的 那第二季 我就看得出他們... 是很用力去扭 但是已經開始沒什麼東西給他扭 都還被他扭到一些... 好笑的位置 但是... 譬如宋水輝哥那樣呢 就不夠第一季那麼爆 就是第一季他有多很多爆的東西 第二季就有些強硬來 有強硬必你笑 就是... 整個Throughout都覺得第二季是... 很強硬的 我覺得他... 他都有他... 本身的經典性 就是他可以用一些很... 很生活化的題材 不過... 大家雖然說不是在辦公室做理 你都... 你都覺得... 覺得是... 這些事情真的是... 天天都發生的 不過你會感覺到他們真的很用力去演那些角色 而且他們都演到是很好笑的 仍然都是... 入到那個角色的他們那些演技wise 只不過是那個竅竅方面就真是... 新意欠逢了 第二季 所以... 如果看了第一季的話呢 再看第二季 就有點而duplicate 那我就看了這個了 下個星期應該會多些東西說的 我會去戲院看多些戲院 那就讓我講吧 我今次就不講日本戲了 就講兩套中文片 嗯 第一套的中文片呢 就是... 港產片來的 叫做媽咪俠 媽咪俠 聽這個名字 聽這個名字 都很... 都很親切 由一個很親切的 我們很熟悉的導演 即是高智森 高智森執導的 亦都更加熟悉的就是那個演員 就是馮寶寶 馮寶寶 我們從他六歲開始看他 看到現在他... 不要爆他幾多歲 總之 看到現在 即是... 都幾十年了 那... 馮寶寶也都說說 他... 他在童年的時候 做戲 只是為了工作而已 只是為了養家 大家都知道 到了現在 做戲 就真的... 真的為了興趣 就是為了... 他真的喜歡做戲 但是... 我們從小看到他長大 所以... 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到了一種慣性 或者一種... 都不覺得他是一個演員 Anyway 這部戲... 其實... 其實我看這部戲 第一個印象 就...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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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他是... 許安華就曾經拍過一套 叫女人四十 嗯 這部戲呢 就是一個延續編來的 OK 就是女人五十 OK 就是說馮寶寶就五十歲了 那麼他在工作上面就... 就是有晉升機會 他可能被升做圖書館館長 因為那個館長啊 阿鍾景輝就退休了 那麼... 我找你... 我打算找你接任 那麼他... 就是他十五十六啦 因為他覺得自己都... 都...都...都差不多那麼大 也都沒有心... 就是...在工作上面的 那麼... 這個是一方面啦 另一方面呢 就是... 其實這部戲主要是說 他在家裡的東西 那麼他家裡發生什麼事呢 他家裡有一個老爸老母 那個老爸就是曾光 那個老母就是邵欣欣 那麼兩個都一把年多的啦 即是他都五十歲 那麼他... 他老爸老母應該是七十幾歲的 那麼... 但是呢 一把年多之下呢 他們兩個還在那裡 整天吵架 那麼這個很多... 很多退休夫婦都是... 都是這樣的啦 即是... 有空沒事做 那麼在家裡 日對夜對當然是吵架的啦 那麼叫啊叫下呢 甚至是離婚了啦 哈哈 離婚之後呢 那麼... 那麼... 蓬寶寶就作為一個女兒 當然是對著他老爸 當然是向著他老爸啦 覺得他老爸... 即是... 即是要安排他老爸 離婚後的生活啦 那麼就去大陸 大陸啊 因為現在... 現在的戲... 所有戲都要講大陸的啦 你不講大陸啦 你根本... 沒有什麼市場的啦 那麼... 回到中山 就買了一層樓 那麼就被他老爸... 叫他老爸... 啊... 你...你... 你...你回那裡住啦 那麼就請... 請了一個... 從鄉下來的女人 那個女人... 都不是很年輕啦 我想30歲左右啦 即是... 照顧他啦 那麼... 怎麼知道呢 那麼... 其實故事... 故事大家想到啦 就是他... 他喜歡了那個女人 哈哈... 喜歡了那個女人 甚至乎... 那個女人... 還生氣了 有個身體的 那這件事... 即是無謂心教的 也沒有這樣的可能啦 那麼老而離堅啦 是啊... 就是為了證明自己還可以的 但是... 鳳寶寶又懷疑 那個兒子是不是他 那麼... 這些就是支節問題啦 那麼... 其實整部戲都是... 都是... 沒有什麼要講的啦 都是... 就是講這些生活上的實際的事情啦 那麼... 那關媽媽合什麼事啦 是啊... 那當然有兒子的嘛 那... 沒有跟兒子的線的嘛 其實... 名字叫媽媽合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是他用他兒子的角度來講的 是他覺得媽媽在... 就是在處理他... 就是... 他父母來婚啊 或者是處理... 處理他父母 就是有個... 有個... 老來有蟲 有子 那麼這個問題上面呢 就是... 就是... 很矛盾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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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麼... 嗯... 嗯... 一句說完就是... 就是說... 這部戲本身... 就是... 都是銷售溫情啦 或者是銷售... 馮武寶那個... 個人那個... 那個... 就是... 那個吸引力啦 嗯... 就是... 我又不覺得他... 就是在演技方面... 有些什麼... 怎樣... 怎樣... 進步或者是... 怎樣突破 OK 但是無可否認... 就是他對我們來說... 就是... 會有一種... 親切感啦 試過你講... 用兒子的角度來看媽媽 我就想到一套動畫而已 就是麥兜我和我媽媽 哈哈哈哈 因為他真的這樣... 用兒子的角度去看媽媽 麥兜那個... 他就用一個喜劇方式啦 是... 但是他都是... 都是結果銷售溫情的 對... 對... 那你剛才跟女人40比 那你覺得... 蕭芳芳好戲一點還是... 女人40... 那個內容豐富很多了 還有... 蕭芳芳... 就是... 可能那個時候... 年輕一點啦 40... 40... 50... 就是... 我想... 大家都知道那個差距 就是那個差距可能會很大 因為40對一個人來說 是叫做壯年 嗯 壯年... 那麼... 無論在工作啊 或者事業 或者在各方面 你都會... 還會有一些目標 有些希望去做 但是到了50 就好像... 因為中國有一個叫50 而知天明 到了知天明之年 你就會對很多事情 你都不會... 第一就不會執著啦 第二就... 就不會說再... 怎麼去... 怎麼去奮鬥啊 怎麼去爭取 那男主角是針光 是啊... OK 那我... 我對這部電影... 就是... 本身... 我都不... 就是... 覺得他都... 都... 都拍得不錯的 就是... 但是我唯一救病呢 就是... 就是... 找小音音來做... 就是... 因為... 主要就是... 就是... 就是... 大家知道... 邵欣欣... 邵欣欣... 就是他可以做一些特別一點的角色 都是商業考慮而已 比如... 我覺得他在打擂台那裡 就會做得好一點 就是... 做歌類角色就好一點 做這一類呢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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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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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都是商業考慮而已 就是... 就是... 這個當然啦 尤其是... 邵欣欣... 大家都知道... 那個... 那個畫面效果... 就不是那麼好啦 就是... 看... 我想問一下... 曾剛是不是仍然都是... 很有霸氣的感覺呢 做這個角色 就是... 他也是做一些... 很老... 很固執的那些... 一罐曾剛式的演繹 對啦 所以... 你已經想像到... 是他會怎麼做的 一個角色 就是... 他那些吵架的那些... 那些... 好啦... 大家基本上... 喜歡看一些... 家庭倫理啊... 或者一些溫情的... 都可以看一看的 啊... 另一套要說呢... 就更加... 更加文藝的... 就叫做念念... 張艾嘉的一套 念念就是張艾嘉導演的啦... 我們翻開張艾嘉的歷史... 都知道張艾嘉就是很... 就是他除了一個很出色的演員之外... 還是一個... 就是... 出色的導演啦... 那他曾經導演... 就是導演過很多電影啦... 那... 其中... 就是大家最... 我想... 多數人... 就是... 會記得的就是... 就是他幾套啦... 就是最愛啦... 最愛呀... 心動呀... 還有一套叫二十三十四十啦... 那這幾套... 這套也都不意外啦... 念念... 主要... 主要就是... 描寫... 梁樂詩啦... 那這套也是梁樂詩... 久休... 久休復出... 之後的第一套戲啦... 那...我... 其實... 其實... 當初... 很多人都很喜歡梁樂詩啦... 包括我在內啦... 就是... 但是... 就是... 看... 看他現在做啦... 就是... 我否認... 他已經... 就是... 我覺得他失去了那種... 吸引力... 啊... 為什麼會失去了那種吸引力呢... 或者我們... 就是... 受那個現實的生活... 就是... 渲染太多啦... 所以... 就是覺得他... 就是... 就是... 他的樣子... 都...都... 還是... 就是... 很吸引的... 但是... 就是沒有了那種... 就是... 味道啦... 就是... 沒有... 更加沒有了... 看伊莎貝拉那時候... 那種... 所謂... 就是經驗的感覺啦... 啊... 那... Anyway... 念念... 其實... 就是...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你不可以說他一套... 就是... 不好的戲... 亦都不可以說一套... 就是... 怎麼好的戲... 就是... 他就很有台灣片... 那個... 就是... 那個格調... 就是... 他好像一篇散文那樣... 散文的意思呢... 就是... 他沒有什麼中心思想... 就是... 亦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一個好系統的故事... 而是... 這裏講一句... 那裏講一句... 其實他主要講的是三個人啦... 三個人呢... 就是梁樂施啦... 以及他的大哥... 他大哥呢... 就是... 由一個台灣演員叫... 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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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宇倫啦... 柯宇倫啦... 柯宇倫也是一個很出名的台灣演員啦... 就是... 就是... 是做他大哥的... 另外呢... 他有一個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就是... 張... 張孝全啦... 那麼... 主要就是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呢... 有什麼事發生呢... 是沒有什麼事發生的... 看兩套戲都沒有什麼事發生的... 那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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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 梁樂施... 和他哥哥呢... 就自小父母相亡... 那麼... 送他入孤兒院... 那麼... 後來分別被人領養... 所以他們兩個成長呢... 成長的時候呢... 是不是在一起的... 那麼...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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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精力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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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來都... 就是... 發展的... 那麼... 另外... 張孝全呢... 就是... 梁樂施的男朋友... 那麼... 他也是... 另外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的... 所以... 大家... 三個人方面... 是沒有一個... 就是... 必然的關係的... 也都不會說... 在生活上面... 有什麼... 互相的影響... 那麼... 影響他們... 那麼... 故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 他們三個人... 在... 以後... 成長之後... 對於... 工作啊... 愛情啊... 各方面... 都是受到自己的... 那個... 即是... 童年... 生活... 來... 影響了... 那麼... 至於什麼影響啊... 各... 各別不同啦... 都是一些... 不幸的... 不幸的遭遇啦... 或者是... 一些... 一些... 不愉快的記憶啦... 那麼... 所以... 啊... 所以說... 即是... 這部戲本身... 本身... 他又沒有... 即是沒有什麼... 完整的架構啦... 就... 只不過...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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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就是... 第一篇散文... 這樣啦... 即是... 那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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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於這一篇... 有什麼感覺... 或者對於那一篇... 有什麼... 什麼... 什麼想法... 那是... 你... 你... 自己個人的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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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事結構上... 譬如... 二十三十四十... 都是講三個故事... 那... 你覺得哪一個... 會再... 那個... 即是... 那當然是二十三十四十... 哦... 因為... 他... 始終... 他有一個... 主線... 就是講愛情... 或者是... 講他們三個... 三個不同階段的女人... 即是... 他們那個... 經歷... 或者是... 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 他們受那個年齡... 因為... 那個年齡... 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原因... 來的... 二十歲... 你會這樣想... 三十歲... 你會這樣想... 四十歲... 會這樣想... 即是... 很不同的... 會適合了... 即是... 不同階層的觀眾... 不如... 你二十歲... 你會覺得...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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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適合... 即是... 很適合... 你都是這樣做的... 或者... 你到四十歲... 你... 會... 認識... 一個年齡... 你就會... 即是... 知道... 即是... 那個比較寫實很多... 那這一套呢... 就... 即是... 即... 感性很多... 感性很多... 而且... 他很多時候... 就不是從那個... 即是... 內容來出發... 就是... 只是... 即是... 那些人... 即是... 那個... 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都長的啊... 是嗎? 嗯... 差不多長了... OK... 一個多兩個小時... OK... 即是... 大家喜歡看... 一些... 典型的台灣片... 或者是... 喜歡看一些... 一些... 感性一點的東西...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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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念念... OK...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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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 其實... 他講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童年啦... 我記得張艾家出道的時候... 他是Call Sing來的... 他第一支唱片都是... 都是講童年... 都是唱童年的... 就是... 羅大佑作的... 哈哈... 走紅... 都是... 都是那首歌的... 所以... 我想... 張艾家對於童年... 他自己本身都是... 都是... 都是念念不忘的... OK... 好啦... 嗯... 好... 那... 在這裡跟大家推薦一下... 一套... 上個星期提過的... 親親吵巴巴... Infinity... 那... 那... 現在還在... 5th Avenue Cinema上演的... 那... 那... 就... 就是... 上個星期提過啦... 如果你喜歡Mark Ruffalo的話呢... 那... 這套真是他的個人表演了... 就是... 由頭到尾的... 那... 也是因為他的魅力... 令到整套戲... 沒有什麼悶長... 高潮沒有什麼的... 那... 但是就... 沒有什麼悶長... 只可以這麼說... 嗯... 那... 主要就是講一個有... 抑鬱狂躁症的... 爸爸... 那... 就因為這個病... 令到... 他... 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呢... 就... 跟他分開了生活... 他自己也都要進了精神療養院那裡... 那裡... 那... 到他可以出回來的時候呢... 那... 其實就講這家人已經分開了啦... 那... 那... 但是仍然有愛在裡面的... 就是不是說反面... 沒有朋友那一隻來的... 甚至乎仍然有... 愛情的元素在裡面的... 那... 但是... 始終是分開了啦... 那... 就講他們... 究竟整套戲就講他們會不會在一起呢... 那... 那... 那故事就講... 那... 就是... 他太太就因為... 找不到... 那... 於是... 有個機會來到就拿到獎學金... 就要過去... 就要過去... 村州過省去讀書啦... 那... 那... 只可以每個weekend回來探... 對女的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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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書後還是找不到工作 於是想帶兩個女兒離開 究竟那兩個女兒會不會離開呢? 這個我不會劇透 整部電影主要是講這家人 主要角色都是這四個 你會發覺除了Mark Overlord之外 女主角都做得很好 而且兩個女兒都很有氣氛 和對父母的演繹都很好 如果你喜歡看溫情電影的話 我會推薦這套 我未看過媽媽合 但我會覺得這套講的內容 各樣東西都其實是 他講一些都深的 但他用一些很淺白的方式 整套是很輕鬆 但你會覺得看完又有些心說 所以是近年一套佳作 你講的故事或情節 令我想起一套很舊的戲 有黑南話對黑南話 是呀 都是差不多說這些 都是這樣的 但這次說他真的有抑鬱症狂躁症 這個真的是近代人一個很常有的病 我覺得男主角他演得真是不溫不火 他又不會去到萬子娘 你會看到他是有些病態 但那種病態又會令他產生一些很怪異的行為 但你又會覺得他不是為了怪異而怪異 所以整套戲是很有說服力 你會覺得原來有病的人是這樣的 我剛剛看完《大時代》 嘩 那個結尾 那我老婆馬上問我 那究竟邪趙周是好人來壞人 這個真的是很難答 這個是一個很深入的問題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是極力推薦大家去看的 是3th Avenue Cinema 有得看好看 另外一套就是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再上 因為我是在WanCity看的 大家都知道WanCity播的戲 都是一場起兩場子 快上快樂 快上快樂 對 你探討到的就幸運 但不能探討到的就 但其實這套戲 我想電影節上過 還是早前在電影院都上過 口碑都不錯 就是Dior & I 大家如果知道法國品牌 Christian Dior 他一開始都有說一下Christian Dior 但其實主要 他就是講一個 在Christian Dior 這個品牌新上任的 Creative Director 他開始攪在Christian Dior的第一個 Fashion Show 整套紀錄片就是 記錄了他和他的助手 如何跟Christian Dior 中的Department 和Department的人的磨合 如何堅持他自己 一些藝術上 或者創作上的事情 但是又可以 趕得及做這個Fashion Show 即是說到很多事情都趕不及做 一些想法比較新 或者是他要求的東西有些難度 他又覺得自己不太過份 於是你看到開始 由他第一組鏡頭 就是他介紹他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Creative Director 對著一班員工 他很友善 然後開始慢慢來了 你會看到整個過程開始 很柔軟的 衝突慢慢出現了 到最後 當然 其實你看到一半都不用 你就會知道 結尾就是Fashion Show 當然就是說他最後的Walk 就是 Model之後 他自己走過的Isle 這樣就結束了 你剛才說這裡是Documentary 但是我聽你說的好像 都挺戲劇成份重的 因為他真的將整件事記錄了下來 如果你對Fashion Show是有興趣的話 這部電影是有趣的 因為你真的會看到一個Fashion Show 由籌備到製作的過程 會出現到什麼困難 但是他的鏡頭 是好像CAM CORDER 還是打光燈 他真的有訪問 他真的跟上星期 我看到Amy有些少許不同 Amy就是說那個女歌手 但是他沒有訪問 沒有什麼訪問 這次他真的會訪問一些員工 就是會拍下他 拍下他跟員工開會 做事的情況 然後Capture 某幾個員工又覺得怎樣 他又自己說一下 Ralph又自己說一下 其實我也不是很難相處 又會說一下感受 所以你看看一個making of 我反而覺得有少許像看那些 60分鐘的雜誌 然後追訪一個人物的認識 是不是那種呢 不是追訪人物 是追訪整件事 但當然有主線人物就是Ralph 就是Creative Director 還有幾個Department Head 那會不會有個龐白說話 還是真的 沒有的 就是對著鏡頭說 訪問 然後中間有一段過程 然後又有些訪問 所以有追看性 因為你會想知道 他的Fashion Show怎樣搞下去 還有你會看到很多idea 在裡面 尤其是你對法國這個牌子有興趣的 就更加容易投入 因為始終是一個大牌子 始終有他的包袱 始終裡面那班員工 也是一班老神子 一個空降下來的Creative Director 就是你這樣聽這些元素 你都知道有張力了 所以就算是一套平平無奇的紀錄片 平實地紀錄了整件事 你都會覺得是 你都會追看 就是會這樣 所以 尤其是你對Fashion有興趣 我對Fashion沒什麼興趣的 但我都覺得裡面的東西很漂亮 所以有機會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Vancity或者有沒有地方會選播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或者等影碟也可以 這裡叫做Dior & I 又令我想起另一套 就是川帕達的樂魔 川帕達當然是另一個牌子 這是劇情片 但很不同的一套電影 川帕達的樂魔 令我想起接下來有一套新戲 The Intern 即是Anne Hathaway和Robert De Niro 就是Robert De Niro做過職業 那Anne Hathaway就做過公司高層 我覺得有 我看看是不是 是否續集呢 又不是 但是戲路很接近 Anyway 那說回Dior & I 大家留意一下 Vancity的網站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重播 那一套電影不是很長的 只是一個多小時 今天說的兩套電影都是在一個半小時 所以 如果你喜歡嘗試看紀錄片 的朋友 可以選擇一下這套 看看自己行不行 因為有些朋友 不是很喜歡看紀錄片 但是這套應該有它的吸引元素 有這麼高檔的品牌 對 所以這兩套都是不錯的選擇 這個星期 好 出文就說兩套 這兩套先吧 都差不多40分鐘 留下時間給你數一下 好了 數完回來part 2 我們就說第二個人 OK 本周北美飄防十大 今個星期北美飄防的走勢 有兩套新上話電影 進入十大位置 情況就是這樣 今個星期排在第十位 找來上話三個星期的Dope 上星期排在第七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112萬票房 總成即是1412萬 第九位有上話四個星期的這套電影 是上星期排第十六的 Me and Earl and the Dying Girl 今個星期 跳升七級 來到第九位 收到125萬票房 總成即是393萬 第八位就是 上話六個星期的災難電影 Saint Angeles 上星期排在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282萬 總成即是14719萬 第七位有上話五個星期的搞笑電影 Spy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514萬票房 總成即是9754萬 第六位是上話兩個星期的Max 上星期排第四 今個星期同樣下跌兩級 收到662萬票房 總成即是2538萬 第五位有上話兩個星期的這套 戰紅30的第二集Tattoo 上星期是貴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1117萬票房 總成即是5850萬 第四位 緊頸四 就是一套新上話的電影 就是上星期介紹的一套 看肌肉的電影Magic My XXL 一上話收到2789萬票房 三格位置 今個星期排貴軍的就是 沒錯 阿諾蘇華生力加擔剛的 Terminator Genisys 一上話收到4247萬票房 今個星期 亞軍電影就是上話四個星期的Jurassic World 上星期她是冠軍 今個星期稍稍下跌一級 收到2924萬票房 不過總成績已經大收王牆 是55654萬 至於今個星期冠軍的位置 就是上話三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有些深度的 叫做Inside Out 剛剛跟Jurassic World調位 上星期她是亞軍 今個星期就上到冠軍的寶座 今個星期收到2977萬票房 總成績24589萬 數過北美十大票房之後 回來Part2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喝杯了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開我七船斬 再開我流星劍 華山論劍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 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劍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涉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劍到時見 快點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重出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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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說很久沒有 上個星期也沒有說 上個星期的電影大白科 都有 不過只不過是繼續講新戲 那不是電影大白科 那不是電影大白科 都是大白科之一 其實我們整個都是大白科 主要是選來一些比較經典 或者值得談論的電影人 或者是電影 所以重出江湖 今集我們選來一位 都算是經典的電影人 又是阿嘉輝 是啊 不過不是張嘉輝 其實應該先說他 因為他的資歷是深很多 是啊 是啊 他真的重出江湖之後 才發力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他當初的速度 究竟哪是嘉輝 梁嘉輝 我看他的經歷是很傳奇性的 真的可以拍戲都可以 他初初好像不知做銷售 進了訓練班 但是進了訓練班 不夠一年 就被人踢了出來 被人踢了出來 然後說他演戲做得差 無線了 經常遲到 因為他只顧著賺食 因為家境不太好 日做夜做做幾份工作 無心向學 被人踢了出來 然後他就搞雜誌 假裝雜誌 即是他也有些文化 即是文化思想 搞雜誌 就找了當時 當時也有些名氣的模特兒 就訪問 那個模特兒是誰呢 就是李電朗 李電朗就是李韓祥的女兒 李電朗也做很多戲 我最深印象就是 那套最後勝利 最後勝利 我覺得他真的做得很好 即是他做一下徐克的大婆 真是很入型入格 找了李電朗做訪問 恩怡就認識了李韓祥 李韓祥一看到他 就覺得這傢伙 不知道他演戲做得如何 但他的型格很好 李韓祥立刻就找他拍戲 還要拍到很大的戲 這套大戲是李韓祥第一套 進去中國 當時中國 剛剛可以讓香港電影進去拍實景 李韓祥第一個在故宮拍實景 拍實景的就是火燒延明遠 火燒延明遠 大家知道就是 梁家輝做什麼帝 不知道什麼帝 涵豐皇帝 涵豐皇帝 不是涵豐 涵豐皇帝 放火燒延明遠 他做皇帝 劉曉慶做西太后 火燒延明遠 之後再拍到垂涟聽政 垂涟聽政就是下集 都是繼續做涵豐皇帝 梁家輝第一套已經是擔正 擔正 甚至乎 已經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影帝 是嗎? 是 第一套就拿了? 是 是的 他是雖然不正正拿影帝 拿了影帝之後 以為煩風順 誰知道又不快 拿了影帝之後 或者每個人都涉於那些名氣 然後就沒有人找個拍戲 大哥你會覺得他當年是大陸演藝 拍套這樣的東西 當年我們看的 他又沒有分大陸 有的 劉曉慶 又拍清朝 又回北京拍 等於你在少林寺 你會覺得 梁家輝 EZ這樣的行頭 就真的像大陸演員 Anyway 我想他那個遭遇 就好像當年 艾迪拿了影帝 就是邊緣人拿了影帝之後 一樣是沒得混 沒得混 沒得混 就去擺地攤 聽說他在銅鑼灣大院門口擺地攤 但我當時沒有什麼印象 未見過他 後來又不知道 走去駕駛的士 終於搞了一年之後 火燒原明院是1983年 然後1984年 他再拍一部 就是火龍 火龍他也是做皇帝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皇帝 普宜 火龍已經是1986年了 1984年他也有拍其他電影 總之說了幾年之後 就拍火龍 火龍也有些聲勢 火龍也有 但是始終都不可以帶到他怎麼紅 至於1987年 1987年就拍了兩套受注目的 一套就是人民英雄 什麼啊 人民英雄有梁家輝嗎 有 但不是主角色嗎 他不是主角 民英雄應該是梁朝偉 梁朝偉的龍 那一套也不會把他帶到很紅 那一套也不會把他帶到很紅 那一套也不會 但那一套會棄受注目 另一套更加受注目的 就是監獄風雲 監獄風雲 大家正式地接受了梁家輝 到1989年就拍了英雄管飾 第三集 1990年就是《表姐你好東西》 《表姐你好東西》 還有另一套我自己也很喜歡 但是就不太受注目 就是和張萬鈺做的 《愛在別鄉的季節》 這套是講海外移民的事情 到1991年就拍了一套 都甚受注目的就是《奇王》 《奇王》 這套戲是有份做編劇的 到1992年 1992年我想就是一個所謂轉捏點 或者是一個高峰期 因為1992年就拍了到 大家到現在都依然受著歌頌的戲 就是《黑玫瑰》 由1992年開始 梁家輝的聲運就轉好了 以後的東西大家都很熟悉 不用再交代了 我馬上衝給你一說 你自己覺得梁家輝本身 作為一個演員的特色會在哪裏呢? 梁家輝我覺得她的樣子 不算帥氣 尤其是早期的梁家輝 未紅或未拍很多戲的時候 沒什麼聲味 所以我覺得她演很多角色都會有說服力 就算她到後期有些聲味 我也覺得因為她 她又未去到劉青雲那麼特別 我覺得 又沒有劉德華梁前衛那麼英俊 我覺得她在這方面是好處的 她演繹角色上 尤其是她可以做一些很斯文的角色 譬如在《監獄風雲》 被人欺負到沒有聲音 她又可以去到做《黑金》 《江湖告急》 《黑社會》裡面很有霸氣的角色 甚至《韓戰》很有霸氣的角色 甚至《韓戰》那些 她又可以 所以我覺得她 甚至《姊妹情深》她扮哪形又可以 我覺得她那個 她的外形 首先是有好處 所以她可以演繹很多角色 也有說服力 主於演技 我覺得是慢慢的 例如她早期 憑《鹹豐皇帝》拿影帝 是否實至名歸呢 又未必的 但我覺得她 因為她 藉著演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她的確她的演技是越來越進步 《黑玫瑰》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即是你以前看她 就算是演喜劇 《表姐》 《表姐》系列 她也是藍花瓶 她是小生的 但去到《黑玫瑰》 就變成她演技上的突破 即是豁出去演 其實你講到她的外形 黑花瓶就覺得她的外形 各自口面 高高大大 這種型格 在五六十年代 即是西片 我們很容易看到 是嗎 例如《加利哥利柏》 那類都是 英俊小生 很普遍的英俊小生 她出道的時候過了那個時間 所以她 即是你覺得那些人會懷舊嗎 去到《黑玫瑰》 《黑玫瑰》本身是一種懷舊劇 即是她扮回五六十年代的人 會覺得她做得比其他好 坦白說你沒想過她會做到《呂琪》 因為你以前看了《羅浩街》扮《呂琪》 但她做呂琪又出奇地有說服力 還有一些個人的風格 即是她便出來了 其實在1992年她更加受大家注目 是一部法國片 《情人》 在《情人》裡面很大聲地宣傳說她露屁股 在當年來說 會是一個比較大膽的演出 現在很多人都露了 屁股 是的 還有《情人》那部戲 本身是在發掘影片 所以借著外來的勢力 讓大家都認為這個演員可以衝出亞洲 或者衝出香港去到國際層面 有趣的地方就是她扮演出眾的人物角色 也不錯 但她做一些很草根的 我也覺得很有說服力 純粹是因為她的樣子真的很正常 你平時逛街 你不會覺得她特別有聲味 但上到銀幕的時候 你又會被她的演繹吸引到 所以有趣的 特別是梁家輝近年 或者一直以來 她都演繹了很多霸氣的角色 我覺得比做皇帝更有霸氣 剛才我提過 譬如《黑金》 《江湖高急》 《黑社會》 《韓戰》 《韓戰》 這些都是一些很有霸氣的角色 她也是憑著這類角色拿到影帝 即是再拿影帝 那肥龍呢 其實我沒有你們這麼多包袱 看梁家輝的時候 因為《火燒月明宇》那一期 可能我也比較小 我就不太懂得欣賞那類電影 所以沒有怎樣看 於是就沒有很留意這個演員 直到1992年那一期 其實她開始轉型演多些戲劇 我沒有那麼留意 即是沒有那麼入腦 於是1992年那一期 她出了一些比較搞笑的電影 尤其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部 就是《風塵三合》 她做那個小男人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所以 即是 一 在我認識梁家輝的時候 她已經是演這些小男人的角色 然後再加上她演《九二哈梅維的哈梅維》 那個喜劇感很重 所以其實我認識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梁家輝是一個很 可塑性很高的演員 之後再看再看 她一直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演繹 無論是古裝或時代片 她都不是局限於一種的演繹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功是有原因的 或者問題又簡單化了 你自己最喜歡她 哪幾部電影 哪一方面的演繹呢 哪幾部電影 哪幾部電影 其實《印象深》 就是《新蘭興蘭蒂》 裡面的演繹 扮不楚凡 對啦 她做楚凡這個角色 其實我真的很瘦 因為她真的扮得很划算 因為她一開始出來 做一個很老的那個 然後回到年輕版那個 所以她的印象很深 而且因為 是一個舊的故事 重新編排 因為預語場片也有這類的 只不過她是玩時空 時光倒流的 一個想法挺有趣的 整個配合 變成了這部電影 對我來說 對梁家輝的印象是最深的 但是不是等於她最好的那一部 我不敢說 對我來說是印象深的 嗯 我自己覺得梁家輝這個演員 正如剛才粗民所說 她有很多樣化 很多樣化 很多角色做到的 做到的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電影都很喜歡 無論是電影本身 其實是的 例如黑社會片 我也很喜歡 例如黑社會 即是你喜歡她做霸戲大哥的感覺 但是她未必做大哥 有一部叫江湖告急 那個搞笑 都是大哥 不過是搞笑的大哥 任什麼狗 任天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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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任英 另外我也很欣賞 能夠做文藝片 或者大家對於她的文藝片 比較忽略一點 最注目的一套文藝片 就是長銀哥 長銀哥 只不過是其中三個男主角 即是其中一個 她是暗戀的女主角 但是又不出聲 她也做到那種味道 另外有一些文藝片 另外一套叫做 周瑜的火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跟阿龚利做的 這是在大陸拍的 真正宗的文藝片 都是沒有什麼說 在火車上 響響響響響 對 沒什麼說 那還有一套 就是 比較 深印象的 就是阮陵玉 阮陵玉 她都是做一個 制片商之類的 或者有一套叫做《何日君再来》 在这些文艺片中 我觉得梁家辉也是很文艺的 也可以表现到所谓文艺小生的气质 不是纯搞笑或者是黑社会式的霸道 我没看过他做那部舞台剧 那部舞台剧就是《新击城之暖》 他现在有一套新的《杜鲁志》 杜鲁志是靠歌舞 和刘嘉玲的号召力比他大 《新击城之暖》 真的是一套非常文艺的电影 这部电影有没有在香港做过 他好像没有在香港做过 在上海、北京、《新击城之暖》 怎会没有啊 和刘雅丽嘛 一定有的 两个香港人怎会不在香港做呢 或者说回他们近期一些 近期一些 刚才《新击城之暖》也说过 有韩战 韩战或者是 那些人都不认得他那部《自取威夫山》 我想提提的是《自取威夫山》 我认得 因为我认得他那种眼神 但是你觉得他做的那类戏又如何呢 哪类啊 《自取威夫山》那类 那个虽然都是黑社会 但是那些旧黑社会那些是生财的 你只可以说 这类都是一种动作片 但是 他基本上 你是不认 他其实 基本上除了眼睛 就没有一拍是梁家辉的 基本上 我都会appreciate他去试这些东西 至少比周润发好去做《龟仙人》 我觉得 所以 我觉得 对演员来说 都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等于 刘德华、郑秀文都扮胖 我觉得 玩化妆其实也有趣的 但是 就不需要客客靠这一件事 久而久之 一套我都享受他的表现 其实我想问另一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都扮过 大陆人 例如 梁家辉 你觉得他扮大陆人 那方面 有没有那种运气 他第一套 我刚才说第一套 已经打底了 我已经觉得他是大陆演员了 由火烧圆明远开始 到中段我比较欣赏的奇王 甚至乎近期 也不是近期 不过那一套 他又不是做大陆人的 他在《苹果》里面做港商 他也有那种老味 也能做到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说他可塑性很高 因为纯粹是看他的衣着 再加上造型 他真的可以融入到他的角色 无论是什么 但我反映他的商业电影 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的 刚才史哥说了几套 我自己觉得他真的有机会去 涉猎文艺片 都是一些大陆的制作 你说香港不是没有文艺片 但也未必会考虑到用梁家辉 因为可能他本身那个 拍文艺片的号召力 不是那么强 香港文艺片是有什么 林子祥 周昀发可以拍文艺片 黎明也会拍过文艺片 刘德华也拍过文艺片 甚至刘青雲也会拍过文艺片 唯独是梁家辉真的没有拍过文艺片 真的令观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 所以他始终都是商业电影 比较受注目的 我觉得 而很多商业电影 好看的电影 真的靠他的神采去做 都不是很多 但也有好几套 比如刚才肥龙说过 《风尘三合》 《姐妹情深》 那些都是很看梁家辉的表现 其实你提起《姐妹情深》 我挺欣赏他的《姬姬地》的角色 是啊 因为他真的做到那种味道 尤其是因为我近来演绎的舞台剧 我也是做一个《姬姬地》的角色 我也有看一些去参照 我真的觉得很棒 《姐妹情深》的《姬姬地》的角色 而且他最后的内心白感交集 又好像喜欢女生 又好像不是那种 整套演繹很棒 我看完之后的印象是 另外一套《梁家辉》 在我腦里留下很深印象的电影 近期他都开始多了配角 他近2000年打号都好像比较少担正 是啊 有几个韩战这些都有的 我不是说他没有 是说他开始越来越少 但是靠他带新印 例如他做李海泉 拍你的小龙 那些 你明明他就是配角 但是他也不太介意 我想他到现在这个年纪 他也不介意做配角 我觉得 他现在再拍戏 是否只不过是为了那个戏人 我一直在怀疑 他能够背飞 有没有人为了他进去戏院看电影 有 一定有 例如哪一套 我就不会 你觉得他担正的戏不会 我是会进戏院看电影 他做的戏 但是不会为了他去看电影 不会像刘德华 我只是为了刘德华去看电影 无论那里是什么戏 的确他自己担正的戏 也多数是不能收到的 例如奇弘那些 也不会很收到的 但是你会觉得有他在 你会觉得是信心保证的那一套 你如果没有梁家辉 你会不会因为郭富城去看韩战 始终你的期望会降低了一点 是不是 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 但是我看韩战是为了他的题材 就不是为了梁家辉做 我又觉得是因为有梁家辉加郭富城 当然梁家辉会是一个因素 但是主要我是觉得 我是喜欢看这个题材 或者是喜欢这个故事 先进去看 始终你提起我 我又觉得是的 没有特意为了梁家辉这个名字 或者这个演员而进去看一部电影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他好像一个Catalyst 放进一部电影 很多时候都会把电影的感觉提升 令你对那部电影的信心好了 就会 OK了 我会进场去看 就不需要猜猜猜猜 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哪一部电影你不喜欢的 不如这样说 我真的想不到 那会有很多 我想不到 他拍很多 我觉得 其中一部闪力不讨好的就是 賭神2 我又未知 很显明 不是销售个人 我又未至于不喜欢 我只是觉得他有一些overact 那一部 不就是闪力不讨好的 是啊 但是未去到 我因为他做了这个角色 而我不喜欢看这部电影 是吗 我本来不是很欣赏这部 这部我不欣赏 我们之前说赌神2 其实我都说赌神2 其实都 已经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里面做的角色 是欺力不讨好的 就是他又想走劉德华 就是取代劉德华 但是又取代不了那种 他完全不行 不是那一回事 是啊 但是 未去到你刚才说的那种 看完之后 你会不喜欢他 我不会不喜欢 但是我还是坚持 欺力不讨好的 欺力不讨好的 是的 但是未去到说 很负面情绪那种 OK 就是会觉得 嗯 如果他修炼一点 或者剧情再继续一继 可能会好一点 尤其是他尾尾 扮成刀仔 那里出来那里 就真的觉得 overact了 完全overact了 那段 就是我最近看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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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套叫做 我要成名 那里面呢 有一段 就是梁家辉 夫子自道 来说 说自己的 那段 就是说 劉青云 就是失意 本来他拿了什么 最佳新人奖 以为 以为 有得 發展 但是 他都弯了 那他走去 走去 啊 啊 走去那间车房 谁开的 啊 你呢 你呢 想继续在电影圈中 你要继续自己 保持自己 那 嗯 那刚好 梁家辉 来到了 呢 ology 那 那 那梁家辉 也也告一份 他说 亦说 虽然我拿了影帝 但是 我也要不断地来到 就是 就是 就 做 或者 不断去寻找机会 不是坐在那儿 等混露 這段真的很深刻 刻畫了他們做演員的那種命運 其實作為一個演員 無論你拿影帝也好 拿什麼獎也好 你都是需要的就是機會 如果沒有機會的時候 非也是假 但是有機會到的時候 你更需要自己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梁家輝起步是有很多機會的 我覺得梁家輝會做到這一點 他又有機會 又有準備 我終於找到一套 我看完之後覺得整個presentation是有梁家輝 但又真的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套戲 這套叫雙同 其實不是完全關於梁家輝的事 是整套戲不知道他想怎樣的 即是梁家輝也救不到這套戲 對 因為這套戲定義好像以為是一套恐怖片 但最後又好像想用一些很科學的東西去解釋這套片 是不是大陸的合法片 那年還沒有合法片 還是台灣 很早的 總之不是香港風氣 不是純香港的 我記得我看這套戲 看了一輩也沒有看 我看了一輩也沒有看 嘩 我就不知他 我看那一套 那一套就真的有梁家輝也救不到 完全是想怎樣 那一套就真的我覺得 比起《賭神義》更快筆的 就是這套相同 那一套戲是非戰之罪 對 我就說是一套戲的問題 不是完全關於梁家輝的那套戲 我覺得那個表現都是一般的 我覺得 發揮不到他的特性 而且有些戲是因為梁家輝做會更加吸引 例如我看《追蹤眼前人》 或者《A1頭條》這些 你會覺得他真的很欺如其分 演出那些角色 你想不到第二個演員可以做 你說這套戲的爸爸真爆炸 都是靠他去救回那套戲 其實也不是說救得回 但是叫做有一點可觀性 好啦 其實梁家輝 一個很特別的演員 我覺得 再來他有沒有什麼新的 看看 他接下來那些都沒什麼 沒什麼擔正的了 韓戰二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上 正式宣佈了有周韻發 是啊 所以我很期待加陸風雲那個chemistry 咦 又有些看頭 是啊 因為有個大顆的嘛 那你放法哥在裡面 真的 法哥做什麼 做特首 真的不知道 做警務處長 接下來 看到他將會等待上有兩套 一套叫冰河追空 一套叫風神榜 那我只聽過名字 風神榜你也不想看啦 我只聽過名字 已經好像沒什麼說服力 風神榜是向華強派來捧向左的嘛 噴聲拱照向左嘛 做什麼 做拿渣 向左做二郎神 開始說張柏茲做拿渣 現在換了角 OK 那梁家輝會做什麼 不知道 浴王大帝 還是做李靖 李靖 去托阿塔 去托阿塔 就是用他來托 真的用來托 是啊 如果要看梁家輝 我覺得還是要看他90年代 不是的 據說金無神有拍一套大陸戲的 但是 那個水準不知會怎樣 但是 如果真的看他的巔峰時期 就是看90年代 我覺得是 他的最巔峰時代 OK 這個純粹是我的感覺 那是的 他現在都 譬如他拍韓戰 都已經去到要看光頭 在造型上來追求突破 韓戰 其實也不是他擔正 他純粹是 是他擔正 韓戰不算是他擔正 韓戰不算是他擔正 我覺得郭富城比較多 兩大男主角 是啊 你沒有他怎麼可以 沒有他是不行 兩大男主角 他近年可能真的 真的追求在造型上的突破 我發覺是不是 在光頭 去到 如果他 他不再在造型上突破 其實還有什麼呢 因為他都 已經 即是當其他角色 他都手到拿來的時候 對 那他都要玩其他東西 你唯有享受過程 就是找些新鮮的東西 給自己試一下 還有我都說 他近年 真的越來越少 拍一些擔正的電影 我覺得他開始 為興趣去拍戲 多過為搵食而拍戲 沒有說為不是興趣 沒有我想 他依然是一個票房 即是票房的因素 認同的 所以 那些大片 合法片 都是少不了他的 那你就看風神棚 對 現在都是這類戲 現在你很難找些 真是有深度的東西 所以我也是 除非他去支持獨立電影 拍一些 例如追蹤眼前人 那些 那些 天上人間 那些 其實他都拍過一些 Indie 即是他紅了之後 例如天上人間 那些 但是近年 會不會 都沒有這些 這類 少了 還有 都不會找過這麼大的 Cast 沒有啦 曾志偉都不做了 不是的 有時候有些 想著回饋的影圈 提攜新人 就去拍一些 Indie 有的 我覺得 不會沒有那些機會 那就等下 看看有沒有 但是我也是極力建議大家 看回梁家輝90年代的電影 很多 很好的作品 OK 而且他 那段時間 是 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都有 嗯 那是很棒的 嗯 好啦 那今天都差不多了 是不是 夠皮了嗎 我差不多了 屎角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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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夠了 我們下次講 另外一個影帝 好啦 這麼快就如過 好啦 下個禮拜再見啦 Bye 歡迎各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 找不到 這套裝修好漂亮喔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 都找不到 哇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 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 阿傑可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新資 還有很多生活 實用小提示 總之 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阿傑可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